终于日久生情,决定在2016年时携手步入礼堂 获得了许多中日网友们的祝福 两人结婚后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小爱,Ella Zhang 之后不到一年,又再次宣布怀了第二胎男宝宝 成功凑成了一个好字 但事实上,这场异国婚姻当初福元爱自己却不是那么看好 甚至还有点害怕 图片来源,福元爱微博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江洪杰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 当初告白前其实心里是很害怕失败的 只不过想起难得遇到对的人,就不应该轻易放弃 所以依旧鼓起勇气告诉了福元爱 没想到讯息发送出去后,对方不但已读不回 甚至还直接消失二周,让他瞬间超惊慌 对此福元爱坦言,接到江洪杰告白后 心里一度非常挣扎,因为他希望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而这就代表他必须做好嫁到台湾的心理准备 所以我必须要想很久很久 不可能轻松的就答应在一起 图片来源,L杂志 所以福元爱后来决定找对方摊牌 我把心里的害怕都告诉他后 他就马上一个一个帮我解开,让我感到很安心 后来福元爱得知,江洪杰其实早就买好房子 代表他也有结婚的打算,并且还在结婚之前 就让双方父母见面 显示出自己是认真想对福元爱负责的 图片来源,江洪杰脸书 江洪杰接着表示,有一天 我带他去参观我在台南买好的房子 那是一间透天错,所以就牵着他慢慢从五楼 四楼,三楼 这样一层层走下来 然后就到了一楼厨房的中岛 我早就知道他很喜欢下厨 所以就在那里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了他 告诉他,我希望他可以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 这一番话打动了福元爱 也终于让他真正认可了这段关系 图片来源,江洪杰脸书 福元爱回想起这段经历 表示他们曾经约定好 有任何问题都要沟通说出心里的话 毕竟我们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台湾人 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成长的过程也不同 而且幸福的路要自己决定 所以必须要了解对方的想法 福元爱说 当心里有一点点缝隙的时候立刻说出来 那么就能很快合起来 这才是维持感情最关键的地方 图片来源,江洪杰脸书,L杂志 从交往到结婚都超甜的